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人民行行獎 在星期五參加了金融街的年度論壇 我亦提到Facebook 幫大家做了10個論點 第9點提到9月27日 9月27日已經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0.5% 所以我們預計年底根據流動性情況 會進一步下調Triple R 0.25至0.5 你留意它的字眼 是根據這個情況 決定什麼時候 選擇時機去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它不是看著情況決定下不下調 是什麼時候下調 即是調整 第二件事 其實今天早上 即是星期五的早上 商業銀行已經公佈下調存款利率 所以預計 21日即今早 公佈的財富市場報價利率 LPL 即Lone Prime Rate 會下行 0.2至0.25 所以今早 你調低0.25 你又不要跟我說 你不知道 那七八幾點 怎麼來才行 好了 所以 星期五的時間 你可能覺得 為什麼會升 我都跟你說了 第一 經濟數據比預期好 第二 五千億落地 第三 三千億回購公佈細節 而大家座言起行 第四 預告今天會減息 預告今季會降 重要 現在十月尾 十二月大家放假 所以很大可能 就是接下來一個月 一個月鬆一點 就會降多一次 我對內銀比較審慎 特別是業績前 因為業績前 大家會派中期息 搶進去 搶到基本上三頂 這幾年的新高 我擔心 其實所謂的中期息 只不過是把全息 減除以二 它不是給多利 對不對 還有我對業績本身有點擔心 萬一業績差的話 哪怕它保持三成的派息比率 內銀是三成的 其實你實質代的錢 都會少了少少 結果我們是對的 你看到公布業績之後 是滲了下來的 好了 接著可能因為市場有些 憧憬的政策 又上回去 好了 現在最新的看法來說 沒有之前那麼擔心 但如果你比較的話 我還是覺得買內險好些 到現在如果你用我們這個政策 都是贏的 好了 主要來說 第一 因為它存在 是會發債去補充內銀的資本 資本充足的話 就有錢借出去 有沒有人借錢 起碼它有錢借出去 也不需要減派息 去保存資本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剛剛 潘公勝都說了 上星期五 前頭早 減了存款息率 當你的存款息率是減了 你貸款息率都減的話 息差就沒有收窄到的 不過其實存款要再減 因為根據之前人民銀行的計算方法 存款利率要減0.5 才能夠達到的 所以 Anyway 減了存款 都對於息差收窄 是減低了衝擊 第三 始終九月份的經濟數據是好 也有些人總是會覺得 搞那麼多事 經濟會回穩 經濟回穩 就會對於銀行的業務有幫助 所以幾件事 會令到沒有之前那麼擔心 主要是息差問題 但是 譬如我們都是說兩隻 九三九 我看看現在 所以現在 都OK 在高位咬著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沒有之前那麼擔心 但是 業績就不會說真的很好 所以在高台裏面 就橫行為主 你問我或者我問你 如果高台現在說 大概 我當作6.2 下面大概5.8 你會不會在6.2裏買 或者現在6.13買 5.8到6.2 當然不會 我不買是不是會死 當然不是 所以你問我 真的買的話 5.8 5.9 或者6元以下 你再找我 第一件事就是房地產那裏 我想是沒有那麼快的 因為所謂的政策 其實都是9.24、9.26 才陸續公佈 絕對沒有可能是立光見影 就算你看到部分黃金周的數據 可能是好過預期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節日性 或者一個週期性的問題 真正見真章 其實坦白說 可能要去到11月的數據 才能見到 這個可能比較中長期一點 我意思是 究竟搞這麼大龍的事情 行不行 其實可能真的要去到12月中 看回11月的數據 才能見到真章 ETNET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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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